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剛過了12點 對 剛過12點 大家應該準備吃飯啦 對 那現在正好休息時間嘛 那有看我們直播的人就可以直接看 不用偷偷摸摸 反正現在已經午休了嘛 對不對 那想必各位正在用餐當中 那我們是沒有那麼早吃啦 因為這個感覺有點快下雨了 那我們乾脆就先來直播 以免這個雨下下來 又再低了 今天天氣比較差啦 對 有點陰陰的 雖然還是蠻熱的 但是有點陰陰的 這個陰晴不定 有可能搞不好講一講就下雨了 對 啊對啦 清明節啦 清明時節雨分 對 清明時節雨分分嘛 對不對 那很多人去掃墓啊 那不塞車 那這樣高速公路上 對啊 清明節就是雨分分啊 經常會下雨 那當然這個 勢必啊 很多人會回家掃墓嘛 那如果 如果要回家掃墓 路途比較圓 那菜可能要先澆一下水 因為天氣也蠻熱的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菜圓的一個最新情形 啊 如我今天所寫的標題嘛 我們的這個 番茄齁 那結得蠻密的 要看得出來嗎 有啊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這個也是 對 這個是在我們的 立體種植館 上面的一個空間 我們多種了一顆番茄 結果它就結得很密 這一顆 這顆番茄結得最密 它這一顆是迷你小番茄 迷你小番茄 給大家看一下大得多大 哦 對 手 這樣要怎麼放進來嗎 對 好 手後呢 放在後面就好了 放在後面就好了 後面就可以看 它手指頭比 就是 比手指頭還小一點嘛 對 那個尖端 這邊都是啊 這個都是嘛 好多喔 這個也都是 對 這個也是 這邊也是 就是說這一顆結得特別多 所以呢 我們先給各位來看這一顆 欸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 前幾天已經種下去的 的這個 波 這個是蜗蜜 菠菜 菠菜 菠菜都 長得都還好好的 那這兩天呢 我澆水澆得比較勤快 因為它 剛 剛 剛這個 移植嘛 然後 這個 天氣又特別熱 所以 澆水有澆的比較多 而且澆的比較勤 所以 每一顆 都有長起來 沒有受到這個 這個 缺水的影響 那由於這個旁邊 剛好是我們的 豆子 還有小黃瓜 的育苗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些也都長得還不錯 這個 我有提過 這個就是 用育苗袋 來育苗的 那 也許下面都有根長出去了 我看看一下 看 不知道有沒有 感覺蠻大的 這個沒有 那邊那邊有一個 這個還沒有 對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有根長出去的 那這邊的話 味道很香 可能各位聞不到了 這個就是 倒手香 圓葉倒手香 這小葉的 看起來蠻漂亮的 味道 又很濃 這也是上次我 好像擦枝的 這個 上次我們就是用這個寶特瓶來 來做擦枝的 現在都長這麼大了 又是一堆了 那這個是我們的剪刀 上次我們做黃鏽處理 擺在外面還沒生鏽 繼續擺 這長得好漂亮 這個 對 這圓葉倒手香 長得非常好看 比那個大葉的漂亮一點 而且很容易板子 對 一下子又一大 嗯 松螺 松螺 那松螺 那松螺是 他沒有給它澆水 那時候 沒有澆水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我們的草莓 因為 因為這個番茄看完了嘛 就來看草莓 雖然這個 已經進入尾聲了 可是草莓還是不斷的 在結果 這應該也不小吧 這跟手掌比起來算還蠻大的 趕快蓋起來 怕被鳥吃 對 我們現在就是很怕被鳥吃 所以我們都趕快蓋起來 夾子 夾子在這邊 不過今天下午就可以來把它採掉了 對 除了 除了那個草莓住在這邊也還有啦 因為 因為這個 都是剛好碰上這個結果的時候嘛 所以 所以這邊也是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 還蠻紅的 這很紅對不對 對不對 就等於說 我們這個草莓 草莓這個不斷 不斷可以 可以有 有採收 而且 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草莓 都沒有什麼 病蟲害的問題 而且沒有說 說水傷的問題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用這個 稻子種的這個保特瓶 來種 可以比較 防止 防止這個水傷 對 而且還長的還蠻大顆的 那旁邊剛好就是我們稻子種的草莓嘛 那現在 依然 依然這個 長的不錯 而且 而且他 他會自己尋找生路 他這個葉子 都自己 偷偷把它 長出來 他找到 這邊有光線 就從底下 鑽出來 所以 你雖然是種在下面 他也會自己找出路 另外 一邊比較暗的 他就不往那邊長 他就往光的這邊長 因為當初我們是 洞 挖得太中心了嘛 因為第一次草莓倒是種 那 我們沒想到 這個情形 因為如果番茄的話 就比較無所謂 因為他會拉得很長 那草莓沒辦法 草莓 因為他本身個體就很短 所以 那他只有葉子往 往這一邊長而已 所以 草莓如果要 要到的種 就是必須把洞挖在側面 靠近側面一點 好 那我們 看到這邊 也還是有很多的這個 紅寶石 秘密麻麻 秘密麻麻 我覺得這個 種植館這樣種很不錯 前幾天我們也採了一部分去的 因為 因為像這種 這種稍微拉高的 拉高的這種個體都要 都要採收 這種葉菜類的 只要一拉高 你就必須要把它採收 不然就是 會葉子會越來越小 然後 越難吃 好 那我們 順便再來看一下 哈 我們的這個 稻子種的番茄 那 稻子種的番茄 現在 又有這個 果實又紅 又紅了 本來早上想採的 我們就特別把它 留到直播的時候 再來 再來採 它這什麼顏色 現在你全身 來 採給你 對 還不錯啦 對還不錯 然後 這邊 底下的更大 底下 底下有沒有看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底下的 那個 那個 對 其實齁 我曾經看過 那個 電視報導 所以說 有的那個什麼 種植 番茄的果龍 他就是 把番茄 把它橫向長 讓它橫向長 事實上橫向長 就是 有利於 它的一個 水分養分的運輸 因為它如果 往高處的話 它 這個 輸送水分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如果橫向長 它會 會 稍微好一點 那 那當然 這個 稻子種 那 水分又更好了 對不對 就是說 水分都直接 垂到這個 這個 枝葉的末端 嘛 那 那各位可以 可以看到嗎 像這種枝葉的末端的話 都是 都是 它在結果的一個 一個部分嘛 所以說 你如果說 養分很容易的 到達這個枝葉的末端的話 這個 這個 果粒啊 都會特別大 各位應該看到 這個果粒算是蠻大的 越靠近末端的 越靠近末端的 果粒越大 那 以 驗證的這個 蕃茄稻子種 確實是個好方法 好 剛才我們有看了一下 育苗袋嘛 對不對 那各位可以看到 來 我來 我來 照給各位看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環保育苗袋 就是說 它今天這個 袋子 就是 不用去除 它會自動分解 而且它會透氣 透根 有沒有看到這個根 這個根都 都從這個 這個側面都跑出來 那你一般塑料袋 你就沒辦法了 對不對 下面也都很多根 你看這個也是 這個更多 這個更多 都是根 可見這個環保育苗袋的一個 一個使用上是不錯的 不錯的選擇 它不會把這個根 局限在一個小小的範圍 它能長多少它就長多少 嗯 對 那這些 這些都是我們的菜豆 因為去年我們有做 酸豆角 我們就 非常好吃 那 今年就是說 我們 再過幾天 那我們這邊種菜的一個區塊 就要把它全部 把它 這個 收割 菜把它收割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這個 種 種這個 菜豆的區域 這樣子 嗯 今天菜豆好像紫色的比較多 上次那個 那個 綠色的 因為把它泡水泡太久 淹死了 所以 所以現在看到 應該幾乎都是紫色 紫色菜豆 應該都一樣吧 其實無所謂的 不管 不管什麼顏色都是菜豆 對 那這些都是菜豆 對 因為要趕快移植 因為已經長那麼長 對啊 你看今天的花也是開的很多 你看 哪裡 這邊 好漂亮喔 嗯 好漂亮 對 有時候做一些花也不錯 那當然我們 我們這個看完了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 番茄 還有草莓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超級戰艦的 部分 超級戰艦是 我們 推廣的主力 因為 魚修工生的話 最主要就是 還是要 需要用超級戰艦 這個 這個組合來 種植是比較好的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 目前這個超級戰艦的 這個 昼夜 蝴蜜 紅色昼夜蝴蜜 現在長得也不錯 雖然天氣這麼熱 可是它 還是 水嫩水嫩的感覺 不過現在已經開始 天氣的熱的關係 開始有些牙蟲 這下面有一牙蟲 有沒有看到 所以牙蟲的話 你可能就 比較不適合說生吃 對 要洗 洗乾淨就好 因為這都沒農藥了 洗一洗就好 所以要洗乾淨一點 至於說 超級戰艦的種植管 上面種的這個 橡木窩器 也都是 都是 長得蠻高的 不過長得高不是好事 因為它已經 太老了 像這個 這個 這桿子立起來 就是已經 已經要開花了 這個都要收割了 不過同時間 要收割這麼多東西 要吃恐怕有點困難 很難喔 對啊 你上面也是拉高 這個也是都拉高 最近的橡木窩 橡木窩器都拉高 你看 尤其是這一顆 你看拉的都高 這個已經拉的像一棵樹 前幾天我們 有採收給各位看 那個像 像一個大臉盆的 一大朵花 現在已經變形了 已經變成 又高又長的一朵花了 以上大概是 我們目前最新的狀況 那我們 那 我們又到了這個結尾的時候 那 那 這個 花朵特別漂亮 那 我們 花要拍到啊 對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 跟各位說再見 對啊 對 因為花很漂亮給大家看 對 好 那我們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